果然真正喜欢你的男人 会自动和追求者保持距离 皮鞋想借着这次去海边旅行 多创造一点和王能能独处的时间 结果还没等她试着个人魅力 就已经被婉拒 他几个人想去买菜 我要去买菜 我要去 去吗 你妈去 谁要去呢 那再去 我不去了 那我去 那再去 然而镜头一转 本该去睡觉的王能能 正悠闲晒着日光浴 发现罗拉走过来后 更是双眼发光 立马发出三步邀请 罗拉 去那边逛逛好吧 对我就说去附近看一看 走吧 我本来就想去了 看来又是一组 让人头疼的三角关系啊 皮鞋和王能能 互为对方的初次约归对象 不过那次约归后 王能能就很明确地表示 两人没有火化 但我很明白地感觉到 这个不是 爱情你知道吗 但皮鞋却上头了 而且上头的一发不可收拾 在察觉到王能能对罗拉的心意 且越来越疏远自己后 皮鞋非但没有放弃 还想着再争取一把 此次的海边旅行 便是他等待一酒的机会 晚上众人吃饱喝足三三两两 坐着聊天 皮鞋也瞅准机会 凑到王能能身边 想和他谈谈心 结果这颗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 爱情的样子 你在干嘛 轻松的 对啊 轻松 建议吗 看都不看 建议吗 你要听我们聊感情的队啊 事实证明 我会打扰你们吗 不会啊不会啊 甚至在皮鞋刚坐下不到一分钟 就找机会溜至罗拉身边 你干嘛就这样 不是 也许是这点程度的拒绝 还在皮鞋可接受的范围吧 接下来的选歌词约会环节 他直奔王能能而卷 成功获取约会权 接下来就到了真心话时刻 皮鞋先是回忆出次约会的美好 紧接着表白自己的心意 最后再表达对王能能疏远的不理解 本以为王能能会为了照顾女生 自尊心转移话题 结果这个是真能啊 就给皮鞋打猛了 进行到这儿 我已经无比确认皮鞋要放弃了 结果到了晚上她又复活了 众人没在一起看烟花 皮鞋直接一毛孤了 因为她想起了和王能能出次约会时 曾约定要一起去放烟花 看来爱情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得到的 你永远也聊不动一个不养备胎的男人 超百万的马沙拉蒂 最后还是输给了三十万的特斯拉 因为真诚才是唯一的必杀技 这个多金牙医前妻一直死和美食博主罗拉 又是接人下班又是给人做早餐 还将人送的杯子贴身鞋带 粉红泡泡都快一出屏幕 但在得知罗拉是个单亲妈妈后 牙医的态度逐渐变了 在海边夜聊时 罗拉主动向牙医公布自己的婚宇室 后者给出了反应 但不多 我是已经很早就生过baby的人了 也许是察觉到自己态度有点冷漠吧 牙医说了这样一段模棱两可的话 不过罗拉很宛多 因为她以前遇到的那些男人 在听到她有小孩后 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海边谈话后 牙医主动约罗拉去海洋馆 怎么说呢 约会气氛那就一个诡异 约会明明是牙医发起的 把人约来后又故作深沉 各种不接话场 突流人罗拉在那尴尬 你又开始盯着我了 我又开始盯着鱼了 换条鱼丁 最离谱的是 张罗拉主动皮诱到自己儿子 牙医直接不做声了 最终这场约会在不那么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也是这次之后罗拉彻底派思压抑 开始尝试和利益追求者王能能接触 事实上同样的婚约话题 罗拉也和王能能说了 而这个给出的反应让人直呼哇塞 不仅如此在之后的约会环节 王能能不仅给罗拉准备了鲜花 还特意准备了两大份礼物 而这两大份礼物是给罗拉儿子的见面礼 就是带给你小朋友的 他肯定会超喜欢的 他其实很喜欢拼乐狗 反正就是说 能细心到这份上 王能能你活该有女朋友啊